哈喽大家好我是希希 上一节课呢我们用彩纤把这个线稿又勾勒了一遍 现在呢我们开始来画出它的一个单色的素描关系 大家看啊我们这个侧离子带的话 它本身的一个颜色是那种红中偏着深红色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感受 然后上面是以黄绿色为主的一个颜色 那么呢我们画单色的像车离子啊苹果这种物体的时候呢 它们的那个红色都不一定非常的纯红正红色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一种偏红中色的这么一个颜色的一个色系来进行 它的一个单色上的素描关系的一个刻画 就是我们的从线稿到上色中间的第一步单色 也就是我们的素描关系 因为彩纤它是素描与色彩的结合 首先我们给它画出素描关系 再去给它叠色彩关系 是小白绘画的一种方法 到后期如果大家基础好的话 就可以直接从色彩关系开始进行作手 那么我这里呢给大家用的这个是 378的一个褶石色的一个色号 首先去给它画出它的一个素描关系 跟画素描一样我们先用一个排线的一个方法 去区分它的明暗黑白灰 可以不要画的太重 画的太重的话 后面的红色会叠不进去 我们只需要在它的一个浅色上面 有一个低明度的黑白灰关系就可以 就是在这个已经起好的彩线稿上面呢 轻轻的去给它画出它的一个暗部的位置啊 这些水滴的部分刚开始可以先不去重点的进行刻画 后面水滴呢它都是一个比较独立的部分 因为紫石色呢它本身就是一个色彩关系 就是它的一个色相不是那么的明确的有冷暖的一个颜色 你可以它说它是偏黄 你也可以说它是偏红 这么一个比较深的一个如太有色彩倾向的这么一个颜色 所以用它去进行一个打底的素描色稿是最合适的了 大家如果说是有了解过水粉的话 我们一般来说画在一个水粉的一个起稿的时候 就是起形 我们可以选择用铅笔起形 也可以选择直接用水粉颜料来起形 那么那个时候起形的话呢 我们多半都是用的 折石 俗贺 逢然这一种颜色 就是色彩没那么鲜明的这种边缘色 中间色 这里我们的排线呢就是用的平行排线 再画这些小细节的时候 把底稍微竖起来一点 把整个的一个暗部呢 整体轻轻的 均匀的排上线条 水的部分我们也给它带上 水的部分我们也给它带上 加重的部分呢 我们把它加深一点 转折处 通常都要给它加强一下画质 对面好 这些時間 不错 火转前 转折处 通常都要给它加强一下画质 重一点 再把这一块最重的银子部分再叠加一遍 让加强 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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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步加强这一个素描关系 素描关系越强 越有利于后面我们去进行色彩的塑造 加强 我们也不要忘记投影 加强 右边这一块用同样的方法把它的一个素描关系给塑造出来 加强